2月8日歌手周波豪和卓彦凌在奥迷市集出席360VR体验馆的凯木李 两人在活动中还佩戴装备亲身迎玩卓妖G2的体验游戏 第一次玩VR的卓彦凌直呼太神奇了 VR我是第一次玩真的 然后就觉得一带上去视觉听觉都突然间被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好神奇 然后其实身边有很多记者朋友 然后博豪也在我前面 但是我就是一直想要走前 然后就撞到很多人 有趣的是周波豪在玩乐时游戏枪一度失灵 害得他一直喊我射不出 一来大家哄堂大叫 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事出有因 不是我的问题 是大会那个那个那个安排的时候 然后原来我离开了那个那个那个可以开窗的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感应的范围 对感应的范围就就离开了就没了 问到情人节既农历新年如何度过 两人也做了回应 情人节也不知道那天到了香港没有 所以也还不知道 我应该就跟家人吧 因为已经开始假期的时间了 所以应该会跟家人好好吃饭 然后一家人一起过是很甜蜜的 好